在台北都有一個聲援接觸狗子的集會 當然就不像我們那麼多人 我也有參加 即是不太有參加 就是我將資料和狗子的字典詞給他們 讓他們來到更多台灣人知道 我也寫了一封借下給他們 所以我沒有精神狗子的同意 因為我不想罰他 我在這裡讀一讀 我們是很感激台灣的朋友 是聲援九位拍起戰中運動的同志 我寫的信就是這樣的 諸位在台北能舉行這次清援戰中狗子的活動 實在感激萬分 五年前在春夏之交 台灣太陽花學運爆發 不但震撼世界 亦為如箭在言的戰中運動推波助瀾 當日港人亦勤起精援勇敢的台灣人 正如稍後 雨傘運動風起於當權者的催淚雅超 台灣人感同身受千援不全 所不同者 台灣人民用選票支持太陽花學運 政黨輪替的結果 讓所有參與公民抗命的被告得席 彰顯法治珍體 而香港則是當權者大灑淫威 在中共專制的陰懷下 直司法迫害秋後事象 與其說 佔中狗子受審判 無論說 是香港人的抗爭被清算 1979年 高雄事件一被告受審 法庭反而變成 控訴國民黨專制的講談 1989年 國民黨迫害鄭南庸 倒令他以身殉道化為摧毀言論禁制的烈業 光芒永在 統治者也真舊窩囊 竟然以為可以把公雞殺盡 就能阻止黎明來臨 壯災南庸 人民萬歲 我先解釋 因為鄭南庸和高雄事件大家都不認識 可能 1979年的12月10日 人權日 台灣當時是有黨禁的 即是說 不可以成立政黨 示威遊行 要申請 因為當時還有戒嚴法 當日 民政黨的前身 美麗島雜誌 在高雄發起了人權日的遊行 要求解除黨禁 要求實行這個言論自由 自威自由 被軍警鎮壓 被軍警說明一下 因為那時候在軍事演習 事後 包括 後來的台灣副總統 呂秀年在內的政治犯 是被公開審判 原本是秘密審判的 但是公開審判 那十多名的被告 將 為何要搞這個 人權日的大遊行 將國民黨 將他們復打 將他們迫害 的真相 揭露出來 其中一位 更加是 林議雄 是更加被滿門 暗殺 死成一個 最年輕的幼女 這件事是令到 所有的台灣人 都知道 一黨專制是多殘酷 所以在1979年的法庭 是變了 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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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國民黨的一黨專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是1989年 鄭南紅先生 4月7日 因為 當時他提倡台獨 而被查禁 本雜誌 他說 若果 如果你是要 來查封我的 報社那些雜誌 和要拘捕我的 你之後踩住屍體 才會得 當時 鄭南紅先生在 侯友言 現在是國民黨 出來 是 這個 帶隊之下 是自負 自負 他為言論自由 自負 這個是 你想想鄭南紅先生 死了30年 他死了 他是罪犯 雖然毅哥平反錯 但是他為 台灣人爭取的 解除黨禁 和言論自由 30年之後 是不是開花結果 是 這個就是駁了 駁了我們今天的法官說的話 我們九位的同志 是被控公眾防擾罪 煽動他人 煽動他人 公眾防擾罪 是 是 就是防外公眾 是 是 是 喂 那是共產黨 將一個最機會的人權 選舉權 再 20年 是 他是不是最大的公眾防害 是 是 他是不是應該 被審 是 我們法官就可以審 是 是 什麼是法治 法治的基礎是什麼 法治的基礎是公義 法治基礎是 人民的自由 而不是人民的奴益 不是這個專制 是 是 是 還有一樣 說明 鄭楠宏先生出份 是1989年的5月19日 另一位 人士在他的巡遊 去到總統府陪寡 尖益華先生 再自奮 再自奮 我不是鼓勵大家自奮 就是我說 我正是說 統治者也真夠窩囊 竟然以為可以把公雞殺盡 就能阻止黎明來臨 我們 我們 我天真的 我們是不會以為 他把公雞殺盡 我們就永遠香港人 是否 好 告訴你 最重要的決戰 如果你說 上面那九位最開心的 我坐在監 就是 六四委會多人 是嗎 是 是 春間遊行多人 是 圍堵立法會 阻止送中條例 多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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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給我們 十六個月 如果你是國際 公民國際 是十六個月 他給了一個白假 給我們 各位 我們 我們有決心 因為 送中條例 是跟 所有的人 有關 是不是跟我們所有的人 有關 是 還是更多些 更多些 是逢是 經過香港的人 或者外國人 在香港做事 都有關 是不是這麼大的人權 是 各位 標標幻想 準備到 六四 七一 和維港立法會 我們 要 為我們的同志 去盡力 是不是 好 四二八 四二八 每一個人 最少要帶二十八 來 好 好 謝謝大家